看火呀 看火呀 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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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煮小煮飯 煮中間怎麼辦 上網看了一個易潔的方法 現在來試試 首先先注入清水 要蓋過煮中的位置 然後進入梳打粉 沒說特別加多少因為不知道煮多大 加兩匙 多大飯 攪拌均勻 網上說法加兩泵洗潔精 像煮菜一樣 攪拌均勻 開火 煮一煮梳打粉水 加了洗潔精 記得要看火 因為加了梳打粉後很容易滾 煮粥地煮 煮至起泡 煮至煮至滾 關火 煮的過程 水已經變了黑色 而且會越煮越起泡 你看到很多髒的一塊塊已經浮起來了 所以要看火 因為它會 像火山爆發 這時候要關小火 關火 關火都爆出來了 好多關切 好像火山一樣 關火 它依然會滾 看看關火了 最後蓋上蓋 放幾小時或隔一晚 明天就會好好洗 第二天 沙泡 沙泡 一擠就沒有了 但也有一些很緊 但大部份一擠就沒有了 不用太用力 但如果有時候不行 有些很厲害的焦 要反覆做幾次 所以這個方法是 是算可行的 都可以 不是最完美 但可以 不用花太多力 但它還有一點 這些一塊塊 還未能清潔 所以我決定 重複昨晚的動作 再煮一次 一邊滾 一邊的黑色一塊塊 就會自己浮起來 這個方法 很有效 不過 不是一次過 可能要做多一兩次 洗好了 不過也有少少 黑色的織 但 也沒有辦法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讚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 拜拜